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柔成了不远今夜 画中的岁月旋立入海 岁月旋立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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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文章写怎么样了 填手信艺术手记 我早跟艺术两个人 是三不上边了 所以我要把你每句话 记录下来 这个 你看这上面颜色纹理 下面一幅画 小新 我真的嫉妒你那双手 那就不嫉妒我的眼睛吗 跟聪明人在一起 真的是一种享受 旅长 你是在安慰我吗 你最近是不是很忙啊 老是不来看我 他在办报纸 我总得要帮忙忙 这种事累得也值得 我早就已经不问了 问了也是白问 你们是不是打算留在这里啊 小新 对不起 没什么 我现在挺好的 我希望我说这句话 不会让你太难堪 去找一个爱你的人吧 不会啊 会的 没有人比你懂 更懂得爱了 为什么要让我遇见你呢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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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良 最近 你跟我在外面到处跑 累了吧 说累也确实是累 但也没办法 我现在 老向别人介绍 你是张小姐 习惯吗 也没有什么不习惯的 我在来以前 没有想到你还会对我这么好 三华 我们快乐的日子 虽然不是很长 但已经足以让我死了心 跟你共一辈子的患难 现在想起来 那时候 确实是很快乐 三华 为了潘泰的三个字 多少个晚上 我睡着了也会笑醒 我没别的意思 我现在 也不比从前了 难得你还是这样的护着我 护着你的人还多呢 还有一大堆围着你身边转的朋友呢 好 雨凉 饭你就别做了 我也没什么胃口 你还是先回去吧 你要是真热了 别忘了厨房里还有面包 好 我知道了 你还是真热了 你还是不要 那你就能够摄到 回来 回来 什么 你还是真热的 别忘了 你的人 我 是 你还是وا 我 你 说 你 你 你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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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带来了不少东西 也不算多 还扔掉了一些呢 不过扔的时候还是挺心疼的 怎么样 现在还画国画吗 偶尔画画 不过每次画心里更乱 知道吗 丽红她出家了 想不到感情那么丰富的人 也会有一天这么洒脱 有 IKEA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咖啡帮你点好的 先喝吧 谢谢 报纸搬得还顺利吗 出了点问题 它暂时也解决不了 那是啊 前几天在街上碰见她 但她没跟我说 你跟她碰过面 是 也没说什么 小心 我最近没有再画画 雨凉 我们都以为是为了把画学好 才跑到这里来的 嘴巴里老说怎么热爱艺术 怎么愿意抛开一切不顾名利 但到头来 有很多事情都在想象之外 你是在骂我了 小心 为什么你总是有心情跟我开玩笑 我实在是放弃的比你早吗 我刚才那句话不是为我自己而说 小心 我依然为你而惋惜 可是我现在过得确实比你愉快啊 不要再说这种话好吗 我预备了很多道歉的话跟你说 但从上海说到巴黎 说太多遍 会让人觉得虚伪 雨凉 其实有一些话是她让我跟你说的 谁 我不是说在街上碰见她了吗 她说希望你能原谅她 你为她花了这么多时间 结果一点成绩都没有 你居然跟她做了好朋友 雨凉 你原来那么会掩饰自己的感情 为什么这样说 她还不知道 你为了她而让我力尽坎坷 小心 我跟她的关系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失而复的 但谁还是那么珍惜她 我对你也一样 你刚才说好了 对我只是惋惜 雨凉 我想我这次回去 不会再离开上海了 为什么 是吗 也没有为什么 只是不想 每次我心情坏透了 就会离开上海一段时间 半年一年 但是也改变不了什么 没意思 奥米 其实你应该比所有人都活得更好才对 你不要跟我说这些道理 这些道理谁不懂 要是把你换成我 我看你会怎么说 可是我们都只能活一次 所以你没有看见 我赴汤蹈火的 在度过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吗 有时候我闭上眼睛想起你 我会看见一个刀马蛋 拿着红鹰枪在奋勇杀敌 然后看到我摔倒在台上 狼狈的剪掉在台上的红鹰枪 对不对 你常常在安慰我 因为我想得到回报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上海 还没有打算 他这次赔了很多钱吧 我没问 你自己看吧 他很难得的 大老远还跑来这么一趟 我不想又回到老路上 本来解决不了的问题 现在也不见得能解决得了 月亮 难怪他老是会生你的气 冰水相逢 冰水相逢 都很不容易了 月亮 你们走过的 已经是一段天上人间的风光 回去之后 好好的 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你会过得很好的 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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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了那么多书过来 我可以慢慢看了 你忙了半天了 过来歇会儿 暂话我不累 到了国外 想周转点钱是那么的困难 还要麻烦你 真是不好意思 暂话 你跟我说这个干嘛呢 我花的每一分钱都是你的 吃过的一口粥一口饭 我都没有忘记过 这个以后就别再提了 不可以 女俩 来来来 你坐下 这些我来收拾 你坐吧 这种事你哪里会做呢 月亮 你们画画的 买画笔啊 油彩的 是不是 也挺费钱的呀 都是从嘴里省出来的 穿的 住的 也省不了多少 只有吃的还能省一些钱 吃几块面包就可以过一天了 你本来身体就不好 这样怎么可以呢 我去给你泡杯茶 赞华 我是多么想再有机会伺候你呀 哪怕 哪怕就是那么一次 这几天我病得挺厉害的 想喝口水 双手 双手捧着被子都不行 还是打翻了 算了 也没什么 这水不喝也没什么 赞华 我那时候可以帮你熬碗粥 搓碗汤圆 做个小菜 那真是多好啊 这些年 只要是你生日 我都会买一束鲜花 放在你照片前 有好几年 我还把花画下来 想把这份心思 好好地保存下来 赞华 你看我还是那么傻 花 要枯萎了 就让它枯萎了吧 你行不行啊 不行的话 这些事拿给别人去做嘛 行啊 我以前绣花还绣得不错呢 怎么没听你提起过呀 我跟你说过 你忘了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啊 苏诺跟毒枝他们还好吗 他们那杂志还办着呢 那时候你为了办杂志 常常来来回回地跑 你也真够累的 你还老惦记这事干嘛 那时候 觉得很多事情都很容易 所以没有好好去珍惜 桃花依旧笑春风啊 你有没有再去过栗春宴呢 那些桃花开起来 还真是好看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赞华 你晚上想吃点什么 我已经好久没有做饭了 在这种地方 能买到什么东西啊 随便吧 那我先给你整理完再说 好 明天是我母亲的忌日 您弄点素菜回来 我想记她一记 是去年的事吧 妈 今天寄了一些画给儿子 让他们留个纪念吧 我在信里面跟她说 能找到的话 找几张上海的照片寄给我 要是不好找 也就算了 我还寄了点钱给儿子 让他在清明节 好好地寄一寄 潘家的祖上 这种事 千万别因为家里拮据而忘了 你晚上怎么都不睡觉啊 我想把以前浪费的时间都讨回来 那也不能这样熬夜啊 你从小就可以念书 怎么会理解我的心情呢 第一次考到美专 我心里害怕的 连教室都不敢进去 那时候的情况 我还历历在目呢 不错嘛 历历在目都会说了 你来了法国以后 中文反而进步了 我倒杯茶喝 省得你又说些欺负我的话 也给我倒一杯 我也想喝 当心烫啊 你现在画得很不错呀 还差得远呢 就是没有进步 常常生气地连画笔也扔掉 我要带想求自己嘛 你开始画画的时候 不是说只是为了消磨时间吗 你说得对 赞话 那是一开始时候的想法 还是再量一些再喝吧 我觉得你现在已经很不错了 你还有其他的想法吗 我要画出我的心 月亮 我觉得你应该去当诗人 赞话 我去美术馆去看那些画 原来好的作品 真的会让你激动地流泪的 人家是下了大功夫的 我也可以啊 我也可以啊 我没想到你这么有志气 人没有志气的话 还活着干吗 月亮 我最后决定让你来法国 看来是没有做错啊 赞话 我每天做的每一件事情 我都会想 是不是对得起你 你没有对不起我 一点都没有 我知道 我真的尽力了 但是 我对你不好 我很多事都对你不好 你原谅我吧 早点休息吧 是啊 那 你也早点歇着 月亮 我要找个机会 让他们看看你的画 我最近的画都不怎么样 等我有点信心再说吧 那几个人在画面圈里 是很有眼光的 我跟他们提了 他们说很有兴趣 你肯定又在吹捧我了 到时候人家一看 肯定会跟你说 田手信 你原来是一个坏品味的人 我只让他们看你的画 不让他们见你的人 那会不会是个好办法 别对我人生攻击好吗 月亮 在这里迈出去第一步 可能你会愿意留在这里 我没说过留在这里 你是没说过 我是怕你声不吭地跑了回去 守信 你知道吗 有时候我很害怕 你那么聪明 可是很多人去看我 是预神的无可救药 人海茫茫 那些人的话 你管得了吗 那瓶箱水你带了过来 我带了 但是我没有喷过 为什么老闻的那个味道 守信 你的店里 是不是有很多人去买东西啊 你和外面闭上 你也会有什么味道 我早 married 你也会有很多人来说 你又不得了倒你 我还知道 那你做一个区别的人 我需要先当你 你也会ai 我 我 你可真是的 你这一大清早就跑过去了 我到现在连饭都没吃 我到现在连饭都没吃 你可真是的 田手信帮我约了几位画评家 让他们给点意见 我都差点忘了是今天了 咱画很累啊我 那些画评家他们说了很多赞美的话 他们说愿意帮我组织一个画展 比起我上次和田手信的合展规模还要大 所以他们希望我画多些不同的题材 这样看起来会更丰富 你又不是靠卖画吃饭 干嘛那么着急办个人画展呢 他们给我半年时间 不知道需要多少付呢 有些人你要当心点 保不定有什么目的的 人家会有什么目的啊 赞华 你怎么说出这种话 我只是提醒你一下嘛 有些问题 你现在必须要好好地想一想 你为什么还要这样说呢 玉莲啊 虽然咱们现在已经不是夫妻了 但是有些话我还是要说 有些人如果想要利用 用你的话 他会花很长时间来讨好你的 这个道理你该明白吧 赞华 你出去吧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我不想听了 你出去吧 我走 你去吧 是 怎么了 没事是我不小心 打破了 我来休息好了 没事 没事 怎么了 留下来 留下来 我去给你拿样子 好 先喝口茶吧 散化 没事的 玉莲 我是一事无成 散化 你难道一点点挫折 都承受不了吗 你给人家骗了钱 又不是你的错 再说你一回去 马上又是你的 堂堂海关监督 这都算一事无成吗 玉莲 我没敢跟你说实话 为什么不敢说 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我怕说了以后 你会更看不起我 散化 不管怎么样 你还那么年轻 没有什么事会过不去的 你等一下 你是不是也是 你不知道 可苦都不要 你为什么 communities 你为什么不去的 是你为什么不去的 我我 我说你为什么不去的 他对你好吗 他对我很好 但他也知道 我已经无力再爱了 我想好好地睡一觉 是赞话让我有机会学话 而每次我感到自己能力有限 无法表达心中所想的一切时 又是手心 用各种方法来鼓励我 他们都没有走到画画这条路上 只有我健康到今天 赞话 手心 当我实在累得不行 我只要想起你们 我便可以深深地吸口气 然后再上路 我这一生的抚名 为的都是报答你们 小夕 小夕 你 你在发什么呆呀 请你尊重一下自己好吗 我没做错什么吧 我没画好 是吗 我没有资格去批评你的画画的不好 我只能告诉你 很诚心的告诉你 在你的画里边 我看不出你在想什么 我早就跟你说过 不要对我有任何的希望 你这话是说给谁听的 守信 你帮我跟他们说 那个画展不要办了好吗 对不起 画展不办对谁都没有损失 我不可以左右你的想法 守信 只要看到他在发呆 我的心就很乱很乱 其他的事 我真的没有办法 我真的分不开心 你做你的事 我做我的事 我其实不应该对你有任何要求的 你这句话 比骂我还难过 月亮 我一直为你的话动容 我相信也会感动别人的 但是如果有一天你不画画的话 我看到的是另外一个人 那人对我来说毫无疑 那人对我来说毫无疑 小心 你帮我扔掉那些画 不 留着它 等我一天你为此而惭悔 你 舅舅 红蓝的忧郁 君一把紫色相似 送走紫的伤识 倒映在生命河流 我和蓝的天字等于 美丽的孤子有波框中 遇上爱中的你 潇洒看今夕月光 亲吻我脸温暖如梦 摇曳间一片遗忘 遗忘相似 被梦压碎 碎成灰呀 手中圈 不是成灰 是我俩 今生今生的翠鱼